剛獲得2016世界遠射錦標賽 70磅傳統工世界紀錄保持人的許傑克 示範一手小鷹劍 讓現場觀眾驚呼連連 也為這次東方弓箭文化特展揭開序幕 不少許傑克的好友都前來站台相挺 冷冰氣只是這麼淵火的燈賞 然後而且它不是淵火 它還有能力去比賽 有些人就是理論論述比較強 而且它可以食物把傳統製造出來 譬如說那個傳統光用什麼牛角 或是用什麼疼 然後用什麼去 才跟我講得很多 這次展覽除了小鷹劍 也就是俗稱的片劍外 還包括唐 宋 元 明清 還有日韓 印度 波斯 土耳其等各式東方弓箭 不只有食物展示 還有詳細文字敘述 絕對讓您一包眼福 展覽的內容除了說是展覽工獻之外 我們也把弓箭相關不同國家的知識 也提供在內 包括了也包含了一些板紙射數的話 沒有展覽一些板紙 甚至我們把一張弓給解剖了 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一張弓裡面的結構 到底是長的什麼樣子 展覽從即日起到12月25號 在中山公民會館展出 期間每個星期六 還會舉辦不同主題講座 希望讓弓箭藝術能夠發揚光大 讓更多人認識這項冷冰氣 凱布大台北書會新聞 劉翔廷採訪報導 劉翔廷設 劉翔廷